哇 超級熱啦 今天就是要來比較 還有體驗一下250R到底有多 猛爆 騎上來呢我是真的覺得很有棒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樣要去 跑中央及其這段小山路 好好體驗一下這台車 準備進我們的山路吧 而新年最後一款短秀 夏季排汗山出爐啦 這次的設計承襲了 騎士技的概念 但是走運動素面的風格 將世界的圖案用清新檢閱的線條 還有色塊來表現喔 這次選用的材質也是 鵝金挑細選保證 吸汗快乾透新涼 而且不同於傳統排汗山的 洞洞布料 這款紋路細密手感滑順 布料更輕薄且不易勾陷 貼身穿著非常非常舒服 是鵝認證的唷 預購上架時間是9月10號 喜歡排汗山的朋友不要錯過囉 這次選擇 哈喽 我是娥 看到这两台帅车了没有 真的是有够帅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一下 R50RR了 这个非常稀有的车 我真的很少亲眼看到他们 南投真的是没有什么他们的踪迹 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 所以我就算出去长途旅行 也很少见到他们 真的非常少 现在一次见到两台 我觉得很幸福 虽然它的头对我来说 没那么帅 我觉得超帅的 但是很多人觉得很帅我知道 我要讲一个透露年龄的东西 不觉得它这个长得很像真红眼黑龙吗 我记得它 我没看过真红眼黑龙 我几次 我记得它是三对眼睛之类的 反正就是长得超像真红眼黑龙 这个头还不错啦 但是不会打动我新鲜那种帅 比如说600RR新款 波动我的新鲜 重点是今天我们的主角是252RR 然后我们借一台不够 我们直接借了两台 一个全原厂 一个超级大改 这个我就直接问车主说 你还有什么没改的 它真的是该改的都改 非常的宝贝这台车 当然原厂车主也非常宝贝这台车 它把它当作收藏车 而且这台是它第二台车 幻以为它是要说 这是人生第二台 不是 这是250RR第二台 这台是全新车 所以这两台车我真的骑得都超帅 因为两台真的是都超宝贝车的这种 有任何闪失 我那个压力很大 这两台车又非常的热血 所以我想吹然后又想 限制住我的手 想吹 不行 什么话剧色小剧场 借车的时候问很多车主吗 车主分两派 一派就是不骑派 跟一派是拿来通勤派的 不骑派的它可能买回来 但它也有大概 然后就放在那边说它很少骑 而且我觉得超酷的 250RR的车友不知道为什么 非常团结 我说借车 哇靠 我们一堆的人来跟我说 诶 我的车可以借哦 我之前借 其他车我借了多辛苦 你知道吗 这250RR明明车辆最稀有的车主 但是超多人来问的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想炫耀 他们买了一台摔车这样 当然要拍啊 拍起来 刚刚已经用我们最熟悉的 中寮集这条小山路 来测试他们的骑乘心得这样子 那今天就是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还有原厂跟大改到底有差多少 那我们就先从我的外观开始 那两个都是250RR 只是说这一台车 因为它是大改 所以它的外观也整个就是 变得蛮多 它的细节多了很多 我们先来说它的原厂外观 首先我觉得最卓越的 不是它的车头 是这两只 你在拍哪里 是这两只 我觉得这两只的角度 坐得超好的 我坐在车上它有一种 恶魔角跟龙角 它通常都是长这样 这个角度有没有看到 它就是这个角度 非常的好看 我从来没有这么欣赏过 谁的后照镜 因为我觉得 HONDA的后照镜很臭 阿鲁的后照镜 呃... SUNK 它那个折角很多 其实应该是很帅 可是我个人没那么喜欢 那么多折角 所以你觉得它的设计曲线 不符合你的风格 对 就是我觉得也还好 到现在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一个我喜欢的后照镜 哦 这个... 这个角度真的太赞了 在骑的时候后照镜就非常明显 这个翅膀超好看的 我觉得是它最卓越的地方 其他的我觉得就都不错啦 你要问我的心得吗 不要 你会说很帅很帅很帅 还有很帅 它的那个组装质感也真的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的本田旗舰车款 那是日本组装嘛 那个质感绝对是不用说的啦 我觉得买不起是我自己的问题 哇 这个... 这台车我告诉你 这么帅但是完全没有考虑过 就是因为价钱 这个真的是最大的缺点 哇塞39万 将近39万喔 40万只能买一台白排车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在意这个点 就是说天啊 我花了30万 然后居然还不能上快速道路 可是它骑起来感受超越感 这个等一下就要告诉你 不要破口感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争取路权 这台车在日本是直接可以上国道的喔 其他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它的双管的部分 就是看到就... 双管 可是双管的你验车的时候 如果你有改管就要小心喔 因为你原厂是双口的话呢 验车就不能只有单口喔 白排没什么验车问题吧 对 白排不用验车 这是一个超大的优点 其他的部分啊 它的线条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三角台也好看之外呢 它上面有非常多的 鲨鱼骑偷气罐 我超爱鲨鱼骑的 它的细节真的很多 而且你看 还开一下人家的原厂牌架 它这个质感 哇塞 这牌架看起来做得很好 当然它就是长了一点 不过原厂牌架就这样嘛 就是欠改 说真的 这两台比起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消光黑好不好 这大概是外观的部分 然后我们大改车的外观呢 它改了管嘛 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 全车态螺丝 什么东西都要给它彩虹一下 什么都要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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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这样 全车管 还有一个我非常不起眼 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的 短框 非常低调改 不讲 我真的没发现它是断框 人家短框是金色 它是消光黑 哦 最后都是低调 护好你知道吗 那都不知道怎么念 Matchesini 跟我念一遍 Matchesini 好啦 反正就是送了很多东西 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它 到底改了些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要介绍我们刚刚的骑乘心得啦 那我刚刚骑下来之后呢 我前几天在牵着一台车的时候就有感了 我真的觉得它的动力真的是太令我惊艳 真的非常的充足 不要说改装那一台 那一台真的是猛爆爆让我有点害怕 你知道吗 那这一台 蛤 左车轮 就是我们而已 不是 就是跟我预想中的小车真的差太多了 在刚刚那条山路里面非常的适合 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动力 我刚刚根本没有用到四档 五档 它的油门设定还蛮线性的 刚刚跑那一段山路 我偷瞄了一下我的时速表 其实我在某些路段 我骑的已经跟我阿鲁差不多快了 那我觉得天哪 这台车好像快到让我不用换档的感觉 不会让我吹到断油 然后觉得这个档会不够 然后我就要换下一个档 连刚刚那条大直线 虽然我比较慢可以吹 可是它真的是吹下去 然后呜呜呜呜 跑刚刚 因为我觉得它的转速比较高啦 它可以拉到一万四千转 对 转速超高的 就比较不会那么频繁的像500R一样 转速很快就断很频繁的 对 那个500R真的转速太低了 500R该款咯 刚刚骑下来 我真的觉得天哪 它的镜头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没什么断油的感觉 这R3骑起来的差别真的太大 而且连它那个档位之间的持比 都非常的平均 它不会让我觉得二档 转速太高我不喜欢 然后换三档 又太低没力这样 持比的疏密度 前接得很好 我刚刚就觉得这台车 骑起来真的很像打车 真的比R3要紧实多了 饱满多了 这真的是比R3马力还要小一点的车吗 然后在转速部分 它是1万1000转是最大流力 然后1万2500是最大马力 骑起来的时候我是觉得 1万到1万1000的这个区间 是它开始打力处理 没错 但是1万2500之后 它真的有一种给你起飞的感觉 它真的是起飞 我当下都是觉得 哇我要起飞了这样 它是因为体重比较新的 那也是有可能 这台车不会让你觉得 马力不够啊 C数不够 完全不会 比R3骑得可以再猛爆一点 那你觉得哪还是马力不够 R3骑起起来有点没力耶 R3速域上比它有力耶 是没错 可是它可能分布的问题 输出力量 还是因为你骑R3是原厂 车身悬吊都比较软 所以你比较不敢放轻的 吹它的转速跟马力 不会耶 我觉得它的悬吊还好 那时候有说我觉得R3 我骑得还蛮开心的 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去看我们的R3车评介绍喔 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除了它的池笔间距太原之外 我二档三档有点尴尬 R3其实也还蛮好骑的 但是就是因为 这台更开心 对 就是因为你会特别印象 觉得它就是比较小台 然后它的马力比较小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会比R3再紧绷一点 但我告诉你 刚刚那条山路 它完全不会让你觉得 什么叫做紧绷 其实它马力比较小 也没有比R3差哪里去 28P跟41P的差别而已 对 就是有差 但是其实没差到那么多 它车重比较轻 对 它的车重轻之外 它的配比我觉得又更平均 总觉得它还是能让你乍取 它更多一分的马力 除了动力之外 我刚刚还有一件事情 让我感觉到舒服 不能说是震惊了 因为上次骑完小M3代之后 我真的已经被它吓到过 我就觉得哇塞 这个引擎怎么能这么绵密 这么的不正你知道吗 但是这台 因为这是一台讲究转速的跑车 它真的是跑车魂 有两个R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它应该 还是得要有点震动感吧 震动是难免的 但是 它不正欸 它真的不正 它真的很不正 它的手把真的超级不正 它的引擎除了很绵密很细致之外 它的手把真的是 不会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震动感 再来就是跟动力有关的 就是它的动力模式 它的动力模式有三个 一个是Comfort 就是这种舒服的动力模式 然后一个是Sport 就是我觉得比较偏 小小热血四驱 小舒匀的那种感觉 最后一个Sport Plus 哇 我自己在骑阿如的时候 那两个AB模式 需要花心思去感受 它的动力模式有摩擦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动力模式的差距非常的大 我觉得它应该做两个模式就好了 欸 其实还好 因为它这个是Ball Plus 虽然是很猛爆 但是它有很大的缺点 就是你在低转骑程的时候 非常不舒服 它太敏感了 它很不适合在四驱骑程的时候 你使用这个模式 你会一直这样 因为它让油门很敏感啦 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骑大车 会觉得说 那不就250 哦 对 我告诉你 不就38P 是能敏感到哪里去 真的真的有一点点像我阿如的那个动作感 真的有像 好 虽然我这两天骑程下来呢 就是深深有感受到 这三个模式真的差了非常多 如果你们有机会骑到的话呢 真的可以试试看 尤其它的Sport跟Sport Plus 这两个模式就差了非常多 这个动力真的是我骑过这个极距的小车以来 最满意的一台车 很绵密 很平均 然后不会让你觉得不够用 因为这是小山路嘛 你如果说去日月潭那种超大条的那个路的话 那可能它真的会有不够用的那个感觉 然后觉得我都一直要用高转器 然后非常的真的不会 舒服又会跑的小车 而且它1万到1万2这个出力的区间的声音非常好听 我像是高转器的声音 对 现在就是要来讲我们的悬吊了 来我们的原厂倒叉悬吊 虽然是不可调的 可是我觉得非常够用 过弯完全不会觉得有任何不闻啊晃动的感觉 不要说我好我们那个重20公斤的摄影师 都觉得 刚重52 我们的摄影师小帮手比我重了20多公斤 应该会更有感觉 我觉得原厂后避震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后避震我也没感觉欸 还算够用量 那我比较胖吗 你觉得改过的避震比较好奇 欸我们等一下再来提改过的避震 因为改过真的是不能比 原厂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它已经做得很好了 因为它前面就很够用嘛 后面的话呢可能再重一点的人 就会觉得稍微有点晃 可以考虑去改后避震 它的刹车很正常 不好也不坏 那R3真的是刹车太能Q了 反正它的原厂悬吊呢真的是很棒 它转弯车身也很稳定 对 车架还蛮强壮的 真的 这一台它的设计就是比较短小 让你的骑肢呢会再更紧缩一点 变得比较防晒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档位呢 轻轻打然后它就卡 非常准确到位 连我的阿鲁都没那么准确 以上呢大概就是我骑原厂车的心得 那有几个缺点也顺便分享给你们 第一个缺点就是脚踏太低了 我觉得它滴到有点破坏骑肢的部分 就是我刚刚觉得很奇怪 我在骑这台车的时候 想要青岛稍微移一下我的重心跟姿势 但我发现很难做 因为它的脚踏太低 就是滴到不能再低上半身 很战斗 下半身怎么像在坐那个教室椅子 本田就是这样嘛 给你一台很像跑车 也就希望你在路上可以舒适骑 像是旅行车款很舒服的骑肢 可是它是只有下半身 所以上下半身加起来非常的奇怪 破坏我在青岛的一些挑衅 我们大改车 直接给你上一个TSR脚踏 那个脚踏超级高的 非常的战动 超舒服 上去你整个非常确实的紧缩 换位啊 移重心啊 姿势青岛 幸运六岁 建议我们的原厂车主呢 要改一下脚踏 好 再来还有一个缺点 但是它也可以当做优点 就是它的排气管 世界大声 我趁没看过哪一台 双缸这个极矩的车 原厂管给人家做那么大声 这起来说像是有开管的 然后整个安全帽都是它的声音 然后就觉得我旁边 会不会觉得我很吵 它好大声喔 蛮好听的啊 诶 到底这就是它的优点 它好听 非常的悦耳 最后一个缺点 影响很大 就是它的车柱 太力了 这个车主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还想了一下 蛤 什么太力 太尖 会削到人还是怎样 哦 不是 是直立的力 两个人都提醒我 你要小心 不要倒车 你不行啊 很多那个中速很恐怖啊 这不行啊 这个车柱真的太直了 它平常停的时候可能是这样 就只稍微斜了一点点而已 让人家非常的关心 稍微碰一下 然后它就会往另外一边倒 很可怕 这台车要停车 你要非常小心 要找浩云的停车点 以上就是它的缺点 分享给你们 然后再来就是要分享我们的大改 250RR 先说一下它到底改了些啥 它有改欧老师的必正 坐垫稍微高了一点点 所以这台车坐上去 是需要垫脚的 原厂的车 我坐下去的时候 可以平踩 而且膝盖是可以微弯的 你几公分 号称166 光是坐上去之后 就会发现你的姿势 完全不一样之外呢 一骑出去 因为它改了电脑 静挡快排 全断排气管 轮胎 它的断框轻了超多 这个黄下的重量减轻 差超多的 所以我骑出去的时候 觉得天哪 真的是天杀的灵魂 六位数的断框 他比如说这个断框 可以买一台DRG耶 我告诉你这台车 加上原车架改完之后 应该五六十万有了 太可怕了 物力的感受也非常不一样 因为它有改电脑 油门的顿挫感 它有把它调低一点 比较和缓的 Sport Plus 在低转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不舒服 习程的感受会更好 但这个代价 大家就是 自己稍微去考虑一下 你看它连油杯都感觉超小超可爱的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 起250RR的心得 还有原厂跟大改车不同的分享 撇除车架还有带转驱直往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这台车非常非常值得推荐 它真的是在250到400之间这个级距呢 表现非常卓越的一台车子 好 那今天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介绍我们的250RR给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很推荐你们去尝试一下 好 然后还有我们看到我身上的 饵饵四季梯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最后一波追加要来了 如果还没有买到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鹅的下课比赛场 然后我们的排案上也出来咯 也可以去看一下 顺便跟你们说一下 这一次自己T恤的尺寸是有调整 S号会更小一点 M号跟L号差不多 然后XL跟2L有放大 下标之前要去看一下我们 全新的尺寸标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鹅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有什么其他想要看的车评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没有骑过一样的版本 所以他也不是说让我惊讶到哪里去 但是我真的觉得 欸 我要说什么 惊讶到忘记要说什么 哦 反正就是因为 我是谁我在哪 这个骑片真的是很前尾耶 现在大家都在流行小翅膀 对啊 小翅膀 人家这2016年的车都给你小翅膀 而且它是下面的小翅膀 然后它的屁股也是承袭的 我们六百达伯拉的 镂空屁屁 那没有承袭 没有吗 六百达伯拉的屁屁是假镂空 它是真镂空 我们看看不看到鹅鹅的脸 看不太到 快点小翅膀过来 我比较好奇是什么车 是什么车 V4 V4 平日跑山 背负极贵 背负极贵 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要买单了 很久 所以你不是拿去摔 怎么了 怎么了 用凉泡 快到一半啊 北来问泡面石龙宫要怎么走 我们上次有介绍给大家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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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